大家好,有读者问,黄霍与转世两个不同的中国走向,有无一个共同的起点? 王力雄先生称,他在201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大典》是黄霍与转世的共同前传。 大典描写了发生在百年建党日前夕的破局,其后若不走向转世,就只能落到黄霍。 小苗二维码赞赏与回赠,您可得到大典的电子书或音频书,以及其他上载的作品。谢谢。 10.台北 整个台湾党似乎只有一个人对刚刚结束的大选漠不关心,而对全体台湾人来说,这次大选的意义超过许多最重大的历史事件。 表面上只是执政党的更迭,民进党以52%的多数选票战胜国民党,取得了中华民国的执政权,这种更迭在任何一个实行多党制和竞选制的社会里司空见惯。 然而对于台湾,其意义不仅在于执政几十年的国民党下台,民进党建党以来第一次执政,更重要的在于这是台湾人民对台湾前途一个转折性的新选择。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被共产党击溃,退守台湾。 几十年来,奉行与共产党不共戴天的反共复国为基本国策。 然而,某种意义上,国共好像同事操割的哥俩,虽然你死我活,却有割不断的血缘,都认定自己是市的主人,把家事统一视为己任。 讲世政权时代,反共大陆的政治目标和军事准备,成为不自量力的齿谈。 台湾的经济起飞,却令世人瞩目,远远地把大陆甩在后面。 台湾作为独立力量,在国际上生存几十年,政治观念、文化意识、生活方式都与大陆发生了根本的歧义。 在多数人心目中,自己已无所谓中国人,而仅是台湾人。 台湾与中国彻底脱钩,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台独运动,便由此发展起来。 国民党政权曾对台独运动进行严厉镇压, 然而,随蒋经国死前实施的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两大措施。 代表台湾本土意识的民进党顺势而生,台独势力也蓬勃崛起。 民进党许多成员都是铁杆的台独分子,曾一度把党的从政宗旨公开放在台独上。 后来虽然调整了策略,这个目标却一直不变。 民进党只有依靠本土意识才能战胜国民党。 1949年以后,出生的台湾人在台湾人口总数中已占绝大多数,隔离半个世纪。 中国大陆对他们同大多数外国一样陌生,除了那儿的市场和资源,其他方面引不起他们的兴趣。 国民党挂在嘴上的统一一直被他们认为是毫无价值的陈词烂调。 台湾岛虽然不大,生活起来却很美好,有什么必要和一个随时能吞掉自己的大家伙搞统一呢? 不过,多数台湾人也担心公开独立会招惹大陆对台湾动物。 两者毕竟不成比例,台湾抵挡不住,那样独立谈不上,生存也无法保障。 对于一个工商化社会,眼前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 所以,多数台湾人也反对赤裸裸的台独主张和过激行为,名义不重要。 只要能在实际结果上使台湾和大陆永远别弄到一起去,就行。 民进党接受早期操之过急的教训,实施了一种无奇战略,既不谈统一,也不谈奴隶,只要维持现状。 主张与大陆一切正常化,利促两岸贸易往来,就像长大成人分家的两兄弟,互同有无,算账清楚。 其他方面则井水不犯河水。 这个正确策略逐年得到越来越多选民的议会和拥戴。 国民党后来虽也迎合台湾人之心态,软化了坚持统一的立场,搞起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它的大陆根毕竟太深,难以弥合与台湾本土的歧义。 最终落得这次大选的结果。 整个台湾岛都被选举结果震动,从上到下一片混乱。 各国驻台办事机构忙得不可开交,迟到的记者们更是像蝗虫一样从世界各地飞来,又把无数电波向世界各地发去,这其中唯有一个人置身于外。 他既不看当天的报纸,也不理睬电视和广播,对街头演说,两派争论全无兴趣,更不参与公众场合的议论、欢呼和冲突。 他在阳明山公园一片寂静的小树林里,悠悠然地欣赏着一种压热带球状的琥珀色果实。 往日那些闲情意志的游客,打太极拳的老人,或是谈情说爱的情侣,都被外面的热闹吸引去了。 但此时,若有人能从数米之外看见他的话,一定会对他的姿势感到奇怪。 他的眼睛离那串果实未免太近了,而且只盯着一串果实。 如果从两米之外一个特定的角度看他,就会发现他原来不是在欣赏果实,而是在欣赏自己。 一枚椭圆形的小镜子挂在果实和叶子之间,看他那副专心致志的模样,不时地抹抹嘴唇,弄弄头发,一定会让旁观者觉得他有自恋症一类的怪癖。 但是再近前一些,而且是从正面观察,就会发现随着手在脸上动作,他正在逐渐从三十岁的年龄变成五十岁。 仅仅几分钟,当他最后把一片小胡子贴在嘴上,戴上一副老实金边眼镜时,他便从刚才那个轻松愉快的菲律宾富家子弟变成了一个矮板博学的日本防卫厅学者。 原来的皮背包翻过来拼装成一个精致的公文皮箱,而花里胡哨的衬衫翻过来就显得陈旧保守,他的步伐也从轻浮的窜跳变成了军人式的端正,招呼继承车的首饰,如同禁军礼,当他在中华民国国防部军事情报局资料馆查阅资料时,他的形象、语言和证件都没有引起任何怀疑。 全世界有关中共政权的资料数台湾最多,台湾又数这里最多。 其他国家研究中共政权也许仅仅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或是有备无患,只有台湾是出于生死存亡,而台湾军队又是这生死存亡的首要担负者。 所以,中校现在叫小野中二,所要的资料虽然只是中共领导人的保卫方式这样一个极细的题目,从库房里推出来的却是满满一车。 这是几十年从不间断地从各种报刊、出版物、回忆录、审讯材料、外国人的访问见闻、叛逃者的描述,以及潜伏在大陆的情报人员的调查一点一滴,汇集而成的。 即便中共在这方面从来讳莫如深,几十年所漏的蛛丝马迹拼凑在一起,整体的形象也差不多一览无余。 中校看得很快,再复杂的保安措施他都一目了然,暗杀专家必然是保安专家,他在这方面已经一通百通,何况他刚刚在香港的图书馆坐了十好几天,所有的背景情况已经了如指掌, 他常做出眼神不济的老态,把放大镜举在眼前,放大镜手柄中的照相机就无声地闪动快门,虽然还会对底片进行深入研究,总的情况已在他脑海里清晰地展现。 用他的眼观看,中国的保卫措施没有一处称得上高明,然而却最难下手。 他精心研究过近代历史中所有对国家领导人的暗杀, 除了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几乎全是在公众场合进行的,必须见到对象,然后才能瞄准。 西方领袖为了获得选票,不能不在公众场合频繁露面。 为了那个美丽的民主程序,他们的日程甚至得公开,几点几分,在哪做什么活动,经过哪条大街,参加哪个机会。 那么即使他们的保卫工作再优秀,又如何能在那么多窗子中找出哪一个藏有枪口呢? 中国领导人却不同,他们的一切都与社会隔绝,住在隔绝的大院里,坐着隔绝的汽车,开着隔绝的会议,进行着隔绝的旅行。 连他们的公开也是隔绝,如果他们需要和群众在一起,他们会隔绝的出现在群众中,然后再不隔绝的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上。 隔绝是保卫工作最好的武器,再平庸的保卫有了他,也近乎于万无一失。 在银座的那家妓院里,他开价500万美元,假如可以趁总书记访问日本期间下手,他只要300万,哪下手都比在中国方便。 我给你600万,那个中共上校回答,一根眉毛都不动,但是必须在中国,必须在45天内,必须死。 那天晚上,他在香港第一次给上校留下的号码打电话,按照约定,他要求知道旅行社的安排。 对方念了一份荣常的日程表,很精细,当他按照上校交代的规则,做了一番复杂整理,便出来一份中共总书记在未来一个月的活动安排。 现在,中校在脑子里把那安排反复过来,现在,中校在脑子里把那安排反复过来过去,中南海他肯定不想见,那里的兵几乎热爱人,在北京伏击车队也不可能。 中共首脑在保护自己方面不惜重金,防弹车的保险系数相关高,乍翻几个跟头也伤不着里边的人。 专列车厢也是如此,即使把他从桥上炸进河底,他也能八小时内不渗水,有氧气,与外面保持联络。 不要说这些方法几乎毫无希望,哪怕有一半的成功,他也不会用。 现在唯一的优势,就是中共政权的最高领导人从未遭受过任何暗杀。 警惕性长期受不到刺激,就会麻痹。 而这种麻痹是可能成功的唯一保诈。 一旦打草惊蛇,得手的希望就趋于零,所以不干所以要干必成。 他把那些北京的活动一股脑甩掉,安排中只剩下将在月底出现的外出视察。 只要乌龟走出来,总比趴在窝里头露头的机会多。 视察范围主要是黄泛区,开封,兰考,徐州,黄泛区以外只去一个三峡水库,会刚刚完成的第一期大坝工程剪彩。 视察灾民必然要看望灾民,从昨天起,中校一直在这点上动脑筋,但始终没有突破。 看完眼前这些材料,更觉得难以把握。 第一,他不可能准确知道总书记具体会在开封,兰考,徐州,哪些笼统地名中的哪个县,哪个区,哪个乡,哪个村。 那些安排都是临时确定的,设在北京的电话即使能知道。 那时他身在灾区,上哪打长出电话? 这类事看着是细节,却是关键,可行与否,全取决于这种细节。 第二,中国领导人和群众见面都是在被封锁的场合,能接近的都是有组织,有纪律的。 这种名义上的公众场合等于是中南海后院的延伸。 在无法事先制定出精细方案和安排好退路的条件下,他是不会拔枪的,他做的是生意。 生意的第一原则是保本,尤其这种本一丢了,可能就再也回不来。 就是为了保这个本,他要求中共上校说出他的老板姓名。 没有这么一个名字,我怎么相信你们会履行刚才达成的协议,保证我活着离开中国呢? 公布一个没有老板名字的录像,不会形成这种威慑。 有几个人认识你,上校。 那一阵看上去生意,马上就会吹,中校要的名字必须货真价实,欺骗没有用,他对中国的情况并不陌生。 上校激烈反罪,不过争执时间一长,就看出那反对更像是卖关子。 火候到了差不多的时候,上校收起反对,悠悠然开口。 如果你得到名字,付在你名下的酬金就不该是六百万。 他打暗号似的挤了一下右眼。 而该是八百万。 上校把五百万说成六百万的时候,中校开始喜欢他。 他把六百万说成八百万,中校就开始佩服他了。 不愧比自己军阶高一级。 我会给你一个账号,上校说,你把多出来的二百万转过去。 用句中国话说,那只是借花献佛。 你将得到的名字指一个中国,有了这个名字,你会像被装进保险箱那么安全。 上校的眼光亲切坦然,钱是老板的,账号却自然是他的。 中校敢肯定,那账号名下已经有了不止一个两个二百万。 我一个人独吞八百万不更好吗? 中校笑嘻嘻,当然是开玩笑。 不用上校暗示,他就知道对方也留下了威慑自己的王牌。 对这样一个人宁可把他当成同谋,别把他当成对手。 那名字只有两个字,一百万是个王,一百万是个疯。 中共总书记的视察路线在中校脑子里一圈又一圈地流动,怎么流动也不对劲。 越流动越找不到契机,他终于断定,应能反过来,守株待兔。 中校很喜欢这个中国成语,兔子到处跑,他必然要撞上的猪在哪儿呢? 突然,中校把全部灾区也甩掉了,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道白色的坝,三峡。 白色的坝照亮了他的脑海。 小姐,长江三峡的大坝的资料有没有? 他用生硬的汉语问女管理员,女管理员在计算机上查找一番。 对不起,这类工程问题的资料我们这里收的不多。 小野中二刺耳地笑了一声,工程问题? 台湾军队错了的认识,有战争,大坝是个清淡的事。 一个正在查找目录的台湾军官抬几头,先生对三峡工程有兴趣,可以去加拿大。 家国为了拿到这项工程,做了多年研究,这方面的材料称得上世界之冠。 谢谢。 小野中二,欠身致意。 同时,请先生知道,没有日本防卫厅指教,台湾军队也明白大坝对战争的作用, 至少本人就刚在加拿大研究完这个问题。 对不起,小野中二露出肃然起敬的神情,立正鞠躬。 一小时四十三分之后,中校乘坐的飞机在桃园国际机场起飞,飞往加拿大。 小野中二又变成了年轻快活的菲律宾旅游者。 本节目由绝地金书工作室制作发布。 请扫描赞赏二维码进行赞赏,您可以得到回赠的电子书或其他作品。 请扫描订阅二维码,订阅绝地金书频道。 收看收听已发布和将发布的更多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